大家好,这个又是尔湾一个非常热门的房子 或许这就是你心目中理想的房子 标准的大堵洞,有车道 四房四位,每个房间都有卫生间 2750尺 我是在尔湾做房产的Chris Liu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首先一进门,它的右手边就是这样的一个会客厅 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做成一间卧室的 旁边就是一扇门,通向一个标准的两车位的车库 咱们再往里走,右手边这个是一个权位的卫生间 它是带这种洗浴的 所以这个房子就具备了第一个流行的特征 就是一楼有卧室还有独立的卫生间 咱们进了这个大客厅 可以看到非常的宽敞,大的倒台 还有这一大排非常长的橱柜 另外还有它的一个储物间,我们叫pantry 就是放不需要冷冻的东西 三扇大的玻璃推拉门 通向后院 当这个门打开的时候 室内室外的空间融为一体 这些就是热门的第二个元素 另外它的层高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现在咱们去二楼看一下 在上楼之前,咱们看一下楼梯旁边的这个储物间 它是充分利用了楼梯旁边 还有楼梯下面的一块位置 这个设计师把空间充分的利用起来了 现在咱们上楼梯 往上走的过程当中呢 看到这样的一个大条高 这里可以放一个吊灯 提升了整个房子的档次 上到二楼呢 首先看到的就是二楼的一个大客厅 双客厅的设计呢 会让楼上和楼下互不打扰 这个呢 也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一个元素 当你坐到沙发上 看着这个大层高 还有左右的这种开阔的视野 还是非常的舒服的 可能看到这里呢 或许你想知道这个房子是个什么价 现在呢 大概220万 咱们接着回来看房子 现在呢 咱们进入了这个超级大的主卧 你看前面的这个大窗户 几乎站了一面墙 而且它的层高也很棒 住在这里呢 给人一种大气宽敞的感觉 而且呢 更多的阳光可以进到室内 现在呢 咱们来到了主卧的卫生间 有浴缸占浴双水盆的一个设计 面积也是足够大的 设计师呢 把这个衣橱放到了这个卫生间的角落里 这种设计呢 丝毫不会影响主卧的空间 现在呢 咱们穿过二楼的这个走廊 和大客厅 去看旁边的次卧 这里呢 每个次卧都是带有独立的卫生间 并且呢 它这个户型设计的次卧的面积 也都不小 很宽敞 走廊的尽头呢 是另外的一个次卧 用了这种大落地门的设计 采光很棒 而且这个次卧 大家看也是带有独立的一个卫生间的 在两个次卧之间呢 放置了这种洗衣房 洗衣房里呢 还有独立的水盆和橱柜 总的来说呢 这个户型充分考虑了它的舒适度 另外还考虑了空间的利用率 所以呢 整个房子住起来的感觉非常的舒适 也就是这些元素呢 使它成为了最热门的户型之一 你喜欢这样的户型吗 你喜欢哪些方面 或者感觉哪些不足呢 欢迎留言 更多的问题呢 可以单独问我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